這個地方還可以再更好,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如何讓使用者自行輸入金額,並且填入到這個格子裡面去 第二個就是說,當然很多時候,比如說我預先已經知道說,藍是到21 列的話,我也已經知道說是59,但是有的時候它會增加,也會減少 如果說它減少或增加,最後結果就會產生錯誤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怎麼做 應該這樣就是說,我的做法應該是,優高要放在這裡 然後呢,Ctrl向右去偵測,這是第幾欄,回傳一個變數給我 我就知道說,現在資料增加到第幾欄 否則如果有些資料,它會不斷的增加或的減少 那另外呢,我要知道說,到底應該是跳到第幾列 那應該我的郵料如果放在哪一個呢 放在這個格子,Ctrl向下,到50 它會回傳給我是到59列 這樣子會比較人性化一點 而且將來比較不會產生問題 不然你寫固定的話,我要以後程式裡面資料有錯誤 那就完蛋了,就有BUG出來 那怎麼解決這以上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要怎麼樣增加,讓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寫 當然在那個VP或VPA裡面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你直接用一個叫Input Box的一個函數 Input Box這個函數呢,就會回傳一個讓使用者跳出一個視窗 上面就是請輸入存款金額 回傳過來呢,它就會得到一個什麼呢?一個金額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我把這個金額直接寫入到哪裡呢?寫入到B1 寫入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我直接這樣寫齁 叫Rang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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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呢,直接給它一個叫B1 我直接把這個結果寫在B1 大家後面有些叫點Value 不過我覺得這個點Value有沒有寫無所謂 對,沒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其實沒有寫,它自動就是點Value 那這個Range B1 等於什麼呢? 我要讓使用者自行填寫 所以就是Input Box 刮弧 Input Box就是 會跳出一個視窗 這個視窗上面有些文字 文字就是 請輸入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輸入 存款金額 OK 然後再 記得喔 要有一個雙引號 因為它是一個自串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當然我剛剛打的時候是小寫 不過它自動會幫我變成 這個開頭變成大寫 有沒有 好了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就會跳出一個請輸入存款金額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地方呢 我們一樣執行 執行 這個把它縮小在這邊看喔 執行 有沒有 輸入 百千萬 十萬 一百萬 按一個確定 這個金額呢 因為 它會把這個金額怎麼樣呢 傳給 因為我們Input之後的話呢 它會把這個金額怎麼樣呢 傳給 這邊來 傳到這邊來之後呢 繼續跑底下的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按一個確定 接下來呢 程式就一直跑 這個縮小一下 這個 再跑的時候 沒辦法做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跑完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用一個Input Box 所以 等一下的話呢 請各位增加一行程式 直接把結果怎麼樣呢 寫入到哪一個部分 Input 到B1的這個裡面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